你叫莫莉玲 我叫莫莉玲 我是25歲 我之前的職業是臨床協調員 在上海月經醫院工作 我目前是在清邁 但是我只是到清邁來玩兩天 然後我後面會在曼谷長居 其實潤的念頭 就是我從大學的時候就有了 就從我知道有墻的時候 我其實就有潤的念頭 因為我很煩 墻這種東西 後面就是又嚴格網文 又打擊遊戲 我就覺得太可笑了 就覺得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要憑空降下來一個跌 然後從方方面面要管你所有的東西 就覺得很煩 其實從那個時候就會有念頭說要潤 教育方面 其實我也很難忍受的 就我上高中也好上大學也好 我都覺得是 就整個氣氛都是非常壓抑的 我記得我大學時候有一個班長 哇他超想當黨員 就巨峽 然後他為了當黨員真的是 他真的是付出了 我覺得是很多很多 就是 就包括就每天他都會很樂意的 就刻意去幫副導員幹活 就特別特別想當黨員 然後他會對那些老師怎麼樣 就那態度就會 跟對那些同學就很不一樣 就對同學嘛 他就一副一指氣勢 然後就好像是比你有權一點 就哇就那種崇拜 就 我是很難理解這種崇拜 是從哪裡來的 但他們就是 就這樣子 我是2021年12月底到上海的 然後就沒幾個月 然後上海就開始封城了 就在封在家的時候 我其實就一直在找說 我要怎麼走 就一直在搜索就是 有什麼路子可以就是 我能盡快地走 然後封城的時候就是 不是要天天做河窗嗎 要天天做河窗 然後我們也是天天做河窗 但是就我們小區 每天做河窗的同時 陽性也是每天在增長 後面真的是很煩的 就真的是不想做河窗了 然後我也不去做 然後我不去做就是 居尾他會拼命地過來敲你的門 會一直很大聲很用力地過來敲你的門 然後我也會拿著那個大喇叭 然後在下面喊 就喊你下去做河窗 然後喊你說你沒有做河窗 然後他喊了好幾天之後 結果實在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下去做河窗 然後他們也不樂意嘛 就說我一直不配合 然後說我不做河窗什麼的 然後就說就 就怎麼就不能體諒他們什麼的 然後我就非常生氣 我非常生氣 我說我體諒你們 那誰來體諒我們 反正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兇他們 我就兇他們說 憑什麼要天天做河窗 為什麼要天天做河窗 為什麼要天天做河窗 紅頭文件在哪 就誰規定要每天這麼做河窗 但雖然兇他們的時候 就是對他們的時候 就挺爽 覺得說了一口 但是過後就很怕很怕 非常怕 巨無極怕 因為他們畢竟是居為 但是我只是一個小平民 我也很怕說 他後面會不會要針對我 還怎麼樣怎麼樣 就非常怕 就那種心理上的 的那種壓力 就真的是讓我受不了 然後那一刻我就覺得不行 我非走不可 我就一定要走 我就覺得就 就沒有辦法再待下去了 我是在10月13號結束我的工作 然後10月19號我就飛到泰國了 我之前來就一直聽別人說 就是泰國的人民很日情很友善 然後就真的是很友善 然後還有就是 就真的很自由就是 你也不用戴口罩 也不用做河窗 因為我之前在醫院就是真的 每天每天都做河窗 然後你在路上 就在上海嘛 在路上 你都有戴口罩 不然隨時都會有一個保安 或者是什麼的 就反正任何人他都會過來跟你說 你要戴口罩什麼什麼的 但是到了這邊 就不會再有這麼多 就限制什麼的 就我覺得就是 就確實是我想像中的 就自由 我當然還是就是 就是比較嚮往外面自由自在的世界 就是如果開放了 我可能就還是會回去 就看看家裡人或怎麼樣 但不一定會說想要回國 回國發展 我其實還蠻想去加拿大 或者是美國 或者是北歐 我其實還想 還比較想去 就更多的國家去看看 就是港岩西座和科目的 跳到還是海外的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